Hello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分享的是 我忘记了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了 一般来说我都会用一整个白天的时间来想一想 跟大家可以分享哪些内容或者哪些小的知识点 那想到呢就会及时把它记录下来 今天呢想到了但是没有及时的记录 所以就又遗忘掉了 大家也是一样 如果想到了任何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知识点的话 都可以私信我或者有我的联系方式的话 及时留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 这样谁都不会忘记了 那今天就作为一个打卡吧 今天在小伙伴那边到了一个 Bullet 1923 然后是25厘米的 这个尺寸应该是最近两年出现的 就尺寸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薄金25 可能容量会比薄金25更小一些些 那它是一个带拉链的包袋了 Bullet它的整个包型还是很讨喜的 这个图片不太多 但是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同型号的这款包 这个包的小票看到了是从网络上购买的 上面有包型的名字尺寸 然后上面写双色手提包 CKAF AF也是某种拼色的方式 就这个包的话应该是内外不太一样 外面是微麻犬米色 这里写的是微麻米色 那里面的部分是饼干色 这两个色号分别是D0 D0是微麻犬米色 饼干色是4B 购买的时间在小票上没有看到 应该是去年购买的价格是48700元 如果是今年的话应该价格会更高一些 这款包在二级市场上目前还是有溢价的 溢价还不少 为什么这个包能够便宜呢 它年纪轻轻就丢失了它的钥匙所的一整套的组件 所以它目前的附件呢 就是基本上大全套带肩带 但是没有了钥匙所 钥匙所的组件有点像甜蜜的负担啊 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就会觉得很安心啊 我可能不用 但是我必须要有它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包也是一样用 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钥匙所呢 按照我之前的经验 其实是可以到专柜去补的 钥匙所本身是可以付费更换的 那其他的皮件呢 是需要重新制作的 是要把这个包收回专柜 然后去调色 重新做这样的一套 整套下来应该在三千多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大家有最新的价格 最新的经验的话 也可以随时分享给我 那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包袋的涨价 我们现在还不太关注到 爱马仕保养包袋是否有涨价 这个包看起来还是很温柔的 Evercolor皮它的显色也不错 尤其是低龄这样的颜色 微麻全米色也叫奶茶色 还是很温暖很温柔的 搭配银色的链条和底钉 底钉的膜都在 内部呢看上去像Melo小羊皮 更加细腻的一种材质 那内外虽然说是拼色 但实际上也看不太出来 是一种拼色啊 觉得它们的反差还不够大 橙色呢应该说是完全未使用的 但是它肩带上的扣膜不在了 猜想有可能是在装柜试包的时候 就把它拆除掉了 底钉上的膜都在 所以整体来说 橙色还是非常非常新的 那今天呢就是这样一期简单的打卡 我们明天见拜拜